Appraisal有三个Approach 你看完有没有印象那三个Approach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叫Market Approach 市场的 我们同一个Course 这个Income 对,very good 其实你的基性很好 所以你再听一次就熟很多 Market Approach和Comparison Approach 是同一个名字 它是做什么屋的 我们这个一定会考的 就是Residential 是的 这个我们要认识几个字 第一个是Subject Property 这本书未必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是Booker 但是它里面的细字有 只不过你Catch 可能看不到 Subject Property 就是说你讲 那间屋 那间屋 其余的三间屋叫什么? Comparable 是的,Comparable OK哦,OK哦 Comparable 那现在如果我们Change 这些一定要Solded 賣了 那当它卖了的时候 二、三 它假设这个是两房一厅 这个又是两房一厅 这个五十万的时候 那大致上我们知道 这个Ball Park是五十万 但是如果它是三房一厅 那我们因为要减减那个房一厅 那我们当它 这个是买五十五万的原先 那我们就减五万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减五万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Arrive 出来的那个数呢 又是刚好五十万 那 那 记住Adjustment 呢 永远都是做在哪里啊? Comparable 会不会Adjust它? 不会 一来它没卖 二来 怎样Adjust呢? Adjust这个 其他要移动 Market approach基本上就是 考这个 一个 Adjust 两个 三个 subject property 好啦 即它不是考一些Terms 为什么 就是好像我刚才问你那三条 那三条就是说 现在呢 有个Comparable 它叫Adjust Sorry 答案A呢 Adjust Comparable 加 第二 Comparable 減 Subject加 Subject減 減 減五万 那 Subject 減五万 就错眼了 Comparable 減五万 那你就看一条题目啦 那条题目就说 有一间屋它是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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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五十五万那间是三房一厅 五十万那间是两房一厅 就是 那条题目就是这样 但是 那条题目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可能再细细那里 就有少少变 但是主要就是这样 主要就是这样 主要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啦 第二个呢 就是Income Apposing 我们讲Income Approach 就很容易而已 就是 有Income的 我们呢 就用Income Approach 所以任何出租物业呢 就已经是了 自住的出租都是了 Commercial也是 但刚才我用我 他方式计算过 那我那间是五十万 是啊 五十万 五十万 Income 除以一个叫cap rate 就等于 那个叫value 嗯 那么呢 Income呢 我们是以年来计算的 Annual的 嗯 那么呢 就 嗯 有一个呢 叫做 Return Income On Investment 所以他的家 就是12万 那这个呢 Return on Investment 呢 我们呢 称这个东西呢 叫interest 是 利息也好 或者是 他的赚的也好 关键他考呢 就是会考你 首先会考你的formula 第一 第二会考你 这两个分别 第二个分别 就是叫return off 就不是on Return off Investment 就是说 我除了 这万二元之外呢 我还要 既然我投资得 十二万一间屋 我想着 十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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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回本的 所以Return off 这个呢 有回本的意思 其实of这个字呢 是在 我们知道 Son of God 神之子 其实就是God 的子 那所以of这个字呢 其实是有 有他的 他的意思的 那当有他的意思的时候 我们 这里呢 原来呢 我知道十二万要 一年 没奶 没糖 十二万 是要一十年回本的嘛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 一年呢 亦都是要有十 12000 12000 那呢 除回 今次呢 其实现在 如果我们是要用回 这个value的话 那间屋是这样的时候呢 那个cap 就会来到一个 低了 那所以 所以 那个 关系呢 就是 Return off 和Return on 呢 你们要分清楚 即Return off 他叫你计算多久 回了本 不是 他呢 答案是A 是Return on B 答案是Return off 跟着上面那条题目呢 就说一些东西 你只要认得到 哪一个 他在说那样东西 是包不包了本金 那就行了 OK 只要这个 有什么yield 这个字呢 答案就是这个 OK 只要他那个 讲那些答案呢 是interest 就是这样 他只要讲那些东西 有一种叫recap 这个呢 就叫cap 那呢 就叫return on 因为 return on 其实是cap rate 嗯 为什么要再re呢 其实就是re 就是re的本 OK 如果我们recap 就是return off 那 第二 第二 第三个project 就是cost approach 这些是所有income property 第三个project 就是cost approach 就是说 我们首先有一块地 但是我们那块地呢 其实是用market approach 去计算的 跟着呢 将它拆分那间屋 那间屋呢 我们有几个方法去计算它 怎样计算呢 就是一是呢 就说四碰墙 加个天花板 加个地板 逐份逐份计算 要么呢 就要by square feet 那我们这些呢 就叫square feet method 或者是叫 unit by cost 那 这个细分呢 booker的题呢 可能会见到 你只要认到这些method 是cost approach 就可以了 它不会问你 square feet method 里面讲什么 cost method讲什么 还有一个叫quantitive surveyor quantitive surveyor呢 method呢 就是他们三行最熟的了 就是如果要计算那间屋 就是如果要计算那间屋 它就逐个窗 多少钱 逐个地板多少钱 逐个地板多少钱 就逐件跟你计算 这个是最deep的 那么 cost approach 有两个 是你们会考的 第一个呢 就叫re production 第二个呢 就叫re placement 那么呢 这个 你就要知道分别 原来re production呢 因为呢 我们人身体 不是有一个叫re production system 是什么来的 再做 蛤 再做 re production呢 就是说 生儿子的生育器官 嗯 所以我们呢 就知道 我们生儿子 有gene的基因 是会一模一样的 嗯 和爸爸妈妈一模一样的 所以re production 这个字呢 一定会有一个key word 你知道见到这个key word 你考那条题目 一定是对的了 就是except replicate 什么叫except replicate呢 就是说 现在有一间法国屋 法国的堡侣 法国的堡侣 那么呢 因为它的地呢 marble呢 是旧的 它那些 这样的 嗯 砖啊成呢 是很漂亮的 是要有一个 旧的 工匠呢 是要做的 它这些叫做 新的工匠呢 旧的工匠呢 那些工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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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贵的 旧的工匠 那些工匠呢 是要老远运回来的 因为你要运回 一百年前 那一块木 那一块砖 所以except replicate呢 第一 它的重点呢 就是贵 第二呢 就是 是很难 cost 成本高 那些都是贵的 这个cost 这个是cost approach 第二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用新方法 什么意思是新方法呢 就是说 用墙呢 这些呢 我们以前呢 就要做啊 现在呢 把膠纸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那呢 这些就便宜了 replacement 那它需不需要 exactly的 不需要 不需要 是不需要的 大家都是做这样 需不需要 找回以前那个 舊的人 不需要的 其实它的问题是